一个不安分的秘密 就算我对不起古云瑶 我也是为了顾家的产业呀 你以为古云瑶的死 你没人知道吗 一场可怕的阴谋 曾乃秀 你先不忍 就不要怪我不义 你杀我 你放开我 沉睡的过去 你要再次醒来 红盖头 跟我妈的骨灰 合葬在墓地了 这红盖头里 有要命的证据 一天不找到他 我的命就捏在别人手里 敬请期待 方圆巨阵 绣豆花 经典版第五节 我的儿子顾水清 在一个月之内 和周来秀完婚 红盖头 梅林桥 他到底捏着顾家的什么秘密呢 这红盖头 把今天 就交给你 这可是你以后 立身保命的东西 古云瑶 放开我 通知婚礼的来宾 婚礼 无限期推迟 这个红盖头 一定藏着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按照您的要求 我已经把邓总监 摸摸那三十万的证据 交给顾总经理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以后 以后我就只听您的 除了邓心梅 公司的账目 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你缺钱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你有钱吗 我顾水星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只能跟你 谈情说爱的公子哥 是吗 要不帮你卖豆花吧 别开玩笑了 你这大哨也能行吗 我管理公司不行 我卖豆花再不行 你太小看我了 我喜欢你的家 我喜欢你的家 就知道我的家 我自己不 кому的家 不需要一个家 那你借过去 我给你 我只要记得 你很快 是 我喜欢你 你 我不能 是 是我 我的家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什么事 你二叔到处在公司 散步我拿走那三十万的事 现在集团上上下下流言蜚语 我很被动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不管管 我怎么管 或是你闯的 你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叫区吗 他们敢在背后议论 那说明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我全都明白 你现在最气愤的就是 集团里的所有人 没有把你这个未来的老板娘 放在眼里 邓西梅 你现在的权利欲很大 顾水晶 你居然这样想我 西梅 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整天跟我谈问公司里的二语我诈 我很累 回去吧 你每天下班都去帮来秀卖豆花了是吗 你跟踪我 只是想知道你每天下班去哪了 为什么总是不接我电话 西梅 你知道你变成什么样了吗 我不认识你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了 顾水晶 你是未来公司的继承人 你怎么就不能对工作认真一点成熟一点呢 又来了又来了 西梅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 好 我们分手吧 什么 你要跟我分手 顾水晶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我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治不同到不好 可能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顾水晶 我们相处了四年 听过婚 分过手 我为你生一回死一回 好不容易熬到现在 你却来跟我说 我们治不同到不好 我不合适是吗 是 也许不在一起工作 我还意识不到我们不合适 可能我们彼此都顾水晶 对方向要力的 这是你第二次跟我说分手的顾水晶 对不起 西梅 小 分手 我疼 wen 我不会再有机会 伤害到我 永远 可是阿兽 陈琅 我会 小 哇 来秀 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励志姐 永远那么乐观那么坚强 我每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轻松 就是瞬间能忘掉一切公司烦心事 是吗 那等你下次功率不够的时候 来我这开个外挂 我给你打个机械 你到底来这干嘛 别问了 走 你不是说生意不好做吗 我们酒店想推出一些新的小吃品种 我想来想去啊 这一带就是淑女做的豆花最好吃 以后啊 你就在我们酒店后厨做豆花吧 我这豆花一碗菜几块钱 能进这么高档的酒店吗 有我在你怕什么呢 我都想好了 你这豆花呢 你这豆花呢 你这豆花呢就叫秀豆花 秀豆花 这名字真好 那当然了 我想了很久呢 嗯 我决定了 以后呢就把这秀豆花放到早餐和夜宵菜谱里的第一页 作为酒店的特别推出 咱们呀 太好了 那还傻站着干什么呀 走啊 收拾东西去 走 你还是故事集团的副总经理吗 你看看你的样子 还有一点顾家接班人的样子吗 给一个卖豆花的当了伙计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妈 我就是想给酒店增加一项新的小制品 你少给我狡辩 豆花摊就是邹来秀的 你当我不知道啊 我们家欠来秀的 我帮他不过分吧 是邹来秀欠我们家的 我帮他安葬了他妈 他还没把红盖头给我呢 你说谁欠谁的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就让那个邹来秀 给我从酒店搬走 妈 我不去帮忙可以 但是你让来秀走 我就不去公司上班了 行啊 顾水清 你现在还威胁起你妈了 这个家伙说话从来没算过数 秀豆花是我推出的小制品牌 我就不信 我顾水清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 不上劲的东西 被揍来秀灌了迷魂要了的 我顺道路过就来看看你 你上班去吧 不用帮我 我忙得过来 我没事 我今天休息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也没来看你 不过 幸好有水清 他经常能来帮你 我也就放心了 西梅 西梅 你跟水清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我们分手了 什么 分手了 小 幸好有你陪我 来干杯 来干杯 西梅 你别喝了 你别把身子喝坏了 这样吧 过两天 我陪你逛街看电影去 行 你知道 他说我东西没跟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他的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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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梅 你别哭了 你哭多了 你为他哭值得吗 你看我 我靠自己卖多花 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 你坐 你坐 你坐你坐 我知道 水清他这几天 让他找我 都是跟你在一起 可是 就算没有我当心 你们两个也是不可能的 对 你做外笑 可以看买多化生活 可是他不水清呢 他从出生那一刻 就不可能只为他自己活 他辛苦 他是要继承家族产业的 阿秀 你说 顾沈青 他会跟你一起买多化吗 溪梅 你喝太多了 我扶你上床套一会儿吧 没事 来 你不用说我没事 慢点慢点 慢点 慢点 小姑娘 来两碗豆花 好嘞 好嘞 一共十块钱 十块钱 算你先欠我们的吧 欠你的 小姑娘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一片可是我们哥们俩罩的 以后每个月你向我们孝敬五百块钱 哥们保证你生意稀浓啊 我刚来这儿 我刚来这儿没钱孝敬你们 小姑娘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一个电话就能把警察叫来 我还就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叫警察啊 叫警察啊 你还叫警察 住手 俩人稀妇一小姑娘 有种冲我来 真有医生出来救这个马脸姑娘的啊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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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退了 我们退了 滚蛋 没事吧 没事 有什么好笑的 今天这家打的 痛快 伤得这么深 要不然还是去医院吧 没事儿 这点伤不至于 这么拼 你不要命了 上次在医院 你替我挡的叼五块一圈 这次 我自然要帮你喽 疼了吧 没事儿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好 衣服披着 别着凉了 你等我啊 走 走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样以后你出门 就没有人嘲笑你这马子脸了 因为你旁边有一个大马子脸 说什么呢 谁要跟你一起出门呢 你还不确定我是真心的 架也为你打了 伤也为你付了 就连这马子都为你长了 你要再不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就 你就怎么样 我就把假麻子变成真的 是你自己的 给你吃饭吧 安秀 相信我 我是真心的 我跟你在一起 真的很快乐 从来没有我的快乐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喜欢你坚强 乐观 独立 还有你卖斗花梨啊 只要方向不会停留 你是梦 来不及又流言 那年是否 还是会 为我出走 但愿在邂逅 放下了 苦苦折斗 爱伤心的 相遇 要我 相信我 我一定会去你 好吗 秀 秀 谁啊 是我 西梅 怎么了 咱俩不是说好 一起看电影的吗 我今天不舒服 我 我改天陪你去吧 好吗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啊 嗯 stoked 行 闭雷 郭 written 我 阴想撤职 你先不忍 一直在这网友 快快 救我 救我啊 救我啊 不是我 不是我 别来找我 就算我对不起古玉瑶 我也是为了顾家的产业呀 丁芳啊 你要是知道我的苦心 你就保佑水清 能够顺利地继承你的家业 也让我能过几天 安宁的日子吧 你以为古玉瑶的喜门知道吗 我们可以合作 妈 我要娶周莱秀 什么 你要娶周莱秀 我坚决不同意 妈 莱秀就是我要的女孩 要娶定了 顾水清 你给我站住 水清 西梅晚上 约我去看电影 我想 跟她坦白我们的事 不是 我不都说了吗 我跟西梅已经政治分手了 我知道 西梅是个好女孩 我怕她看见你会尴尬 我也会尴尬 这样吧 今天晚上你不要接我了 我自己回家 好 那你小心啊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不愧 你说得对 找男人 就不应该找像顾水清那样不负责任的 她今天爱这个 明天又爱那个 她根本就是个花花公子 好了 西梅 你现在知道顾水清是什么样的人就行了 吴奎 你会永远待在我身边吗 西梅 你知道我一紧张就想喝酒 我就想亲口听你说 你的心里话 西梅 我从十六岁就发过誓 要一辈子守护着你 哪怕 你爱的是别的男人 是 是 西梅 跟我 好吧 那好 今天晚上 我在小树林等你 跟我好 今天晚上 我在小树林等你 我都没打电了 今天还没打电话 今天电影真好看 是 你还没打电话 我都打电话 今天电影真好看 喂 吴奎 新闻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其实 糟了 我的手机落电影院了 那怎么办啊 这样 你把我外套披着 有点冷 我回去取一下好吧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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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等我就行 我很快 等我啊 你小心点 等我 你 你上人了 你急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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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蓝修 蓝修要出事了 什么 蓝修 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 别生了 小天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妈 要不咱们报警吧 不行 二泉市的民风保守 你又和那个邹来秀纠缠不清 一旦报了警 肯定会牵连到我们顾家 现在集团就要上市了 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对了 那个邹来秀现在怎么样了 他受了些惊吓 后来就晕倒了 现在还没醒过来 要我看 报不报警 还是由他自己决定吧 嗯 说是流氓 要我说 还不一定是什么人呢 你们说是不是 就是 就是 看着瘦瘦小小的 一副老实人模样 据说呀 他妈妈当年就是个 不让人省心的货色 那女儿 能好到哪儿去 发财 我糊了 不怕 沈青 行 是我 我害怕 给爸 有我在 我下午还有事 要去公司开个会 我先走吧 好 好了 喂 没事的啊 这样 你收拾一下 下午 我接你去酒店桌 好吗 快 快 那我先走了 等着我 顾副总好 顾副总好 顾副总经理 总经理刚刚通知 是 会议不需要您参加了 什么 不用我了 是的 我们也是刚刚接到的通知 正在眼睛看看我是谁 故事极端的事谁敢绕开我 水清啊 二叔 您得唱哪一出啊 水清啊 你可不要冤枉我呀 是董事会研究决定 暂时免去你在公司的一切职务 什么 免去我的职务 是的 没错 是我下达的任免令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你沾上了周来秀 你沾上了她 她就等于故事集团 沾上了丑闻和麻烦 我是代理董事长 我要对所有的股东和董事负责的 再说 集团正准备上市了 现在是关键时期 妈 莱修是清白的 你相信她 可是别人不信啊 水清啊 你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 代表的是顾家的脸面 家业和感情哪一个重要 你要好好地掂量掂量啊 你知道吗 在家族里面 有多少人寄予着你的这份家产呢 所以我暂时撤下你的副总经理的职务 是为了你好 从今天起 你不许迈出这房子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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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迈出这房子的酒 我再教你 你不许迈出这房子的不许迈出这房子 你不许迈出这房子 你不许迈出这房子 你不许迈出这房子了 我说是可以帮忙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右部暂时无法跌通 请稍后再拨 妈 你说 他还会来吗 这么说 在小树林叫他来袖的人就是你 雕无愧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不是 我是喝多了 但我记得是你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的小树林 然后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跟你穿一样衣服的人 你真是喝多了你 不信 小树林你把水里拿给我看看 这就是蓝修的号 你说实话吧 你到底对他做不做过什么 我喝多了 我想不起来了 刁无愧 我真没想想你今天是这种人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都晃了一晚上了我头都晕了 那沈青被撤职不是正好吗 你懂什么呀 你以为他真的想把他儿子给撤了 他这是以退为进 逼他儿子离开来修罢了 难道你还真希望他们俩在一起啊 当然了 你也不看看那个邓西梅才当上财务总监几天 就已经把公司折腾的底朝天了 他还不是仗着上头有人吗 还不是怪你那几个亲戚 要不是他们 李赞青他怎么可能拿得住我的把柄 害得我现在在公司 你根本就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 至于那个来袖嘛 一看就是个软柿子 除了能做点豆花 其他的事一窍不通 这才是我需要的 这份文案需要董事长马上签字 好 那董事长现在不在房间啊 不在房间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忙 好的 来修啊 阿姨来看看你 怎么样啊 你身体现在还好吗 是 喂 嫂子 关于银行借贷的文案 需要您马上签字 可是您不在办公室啊 我在外面有事呢 好好好 我一会儿就回去签 来修啊 快快来坐下 你看你身体也不好 好好休息几天啊 来坐下 唉 来修啊 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阿姨也没有想到啊 李阿姨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还能有什么事啊 来修啊 你可得跟阿姨说实话 那点红盖头 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那可是我们顾家的传家之物啊 要是在你这儿 你可得还给阿姨 红盖头 快告诉我 红盖头 红盖头 雷修啊 你要是能告诉阿姨 红盖头在哪儿 我可以不计较你这次的事情 还可以啊 让你和水清结婚 快告诉我 红盖头在哪儿 红盖头 跟我妈的骨灰 合葬在墓地了 你说红盖头 你说红盖头 被埋在墓地了 什么事啊 那是什么事啊 那么事啊 还要找到哪儿 那是什么事啊 你想要找到哪儿 你也尽不见到哪儿 那是什么事啊 那是什么事啊 范琪 这黑晶半夜的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 老雕哥 你帮我把这墓给发开 什么 搜莱秀说 这红盖头给他妈陪葬了 就在这墓里 我倒要看看 他究竟在不在 你疯了 我没疯 这红盖头里有要命的证据 一天不找到他 我的命就捏在别人手里 不管红盖头里有什么秘密 他都已经埋到地下了 这件事就就此了结了 不行 万一走来就骗我呢 我不找到红盖头 我是死不明 老雕哥 你要帮帮我 你可是我唯一 唯一最亲的娘家人呢 你就帮帮我 范琴 这么多年来 你让我干什么事 我都替你干 可是挖分掘墓的确实事 我不能干 难道你就要让这顾家的产业 短送在这红盖头上吗 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吗 三千 这么多年 我一直默默守着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直守着你 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快乐 就像当年在梅林村那样 幸福 快乐 可是我不幸福 我也不快乐 这么多年 我守着这份嘉义 我守了多少慰藉 你知道吗 他 隐魂不散地在我的生活里 你知道吗 我不能输 我不能输给他 辛辛苦苦 争下的这份嘉义 我就拱手向让 不 不行 你不当我是吗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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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你真疯了 你 你现在都别了什么样 我都不认识你了 那你说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你说呀 我要怎么办 我自己来 你瘫了 你走吧 你走吧 多亏我们医院里有这种吸血架 这种血 熊猢 熊猫血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大哥 顾顶方 就是这种血型 什么 周莱秀怀孕了 不管这孩子是谁的 咱都不能要 不管你们顾家接不接受我 我都会生下这个孩子 今天凌晨两年 我们开始来解决 顾总经理 我女儿工作的事 还是多亏您了 帮我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不齐方 找胎毛病干什么呢 怪事 将来这个红盖头 是你立身保命的东西 他就是昏床写的周莱秀 他怎么回来了 野种就是野种 永远也变不成凤凰 我死都不要当人家的爱情的第三者 谁是第三者 我女儿是凤凰 是凤凰不是第三者 你真的以为 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 你究竟是什么 我还是卖我的斗花塔是吗 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中 一直是一个励志姐 永远那么乐观那么坚强 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 为了文华富贵 已经争斗了几十年 是该有个理由 豆花 豆花 好吃的豆花 来一碗吧 如今 在一张看不见的大网中 苦苦挣扎 来秀和水清的爱情 能顺利开花结果吗 来秀的绅士之谜 以及深陷谜局之中的雕舞魁 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敬请期待我们的第六集故事